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的房产会被拍卖? 你所付过的首期和本金 是否拿得回? 这些被拍卖的房产到底值不值得买? 在哪里能够买得到? 有哪些陷阱你必须留意的? 今天你贷款买了房 和银行签署了贷款合约 假设有一天你贷款还不了 银行就会通过高等法院或拍卖行 将你的房产收出 第一次没缴户分期贷款 银行会来电并寄信通知 三个月以上没缴户分期贷款 银行会开始上调利息 连续六个月都没缴户任何的分期贷款 银行会交由律师处理 并走法律程序进行房屋拍卖 假设你真的陷入困境 资金周转不灵 有三个方法能够让你的房产 避免被拍卖 第一,申请延期还款 向银行申请延期期限 原来的银行贷款期限 加上申请延长的期限 不能超过30年 如果是刚申请的贷款 不得申请延长 第二,申请止还利息 再还本金 可向银行申请暂时止还利息 不还本金 待资金回收后 再回复以往的分期贷款 第三,转让或出售房屋 寻找清盆既有借锁 并产还你的贷款数额 当然文件和程序必须委托律师处理 避免热后的纠纷 委托房仲出售房屋 因为时间紧闭可以考虑低于 市价10-20%抛售 找到买家后 第一时间通知银行 并偿还拖欠数额 假设以上三件事都没做到 验证证看着自己的房产被银行拍卖 你最关心的就是 之前所支付过的本金和首期 有没有办法拿回 房产拍卖后有三个结果 一,你的房产很抢手 拍卖当日来了很多人 最后售出的价格 还高于你贷款的数额 扣除了所有的拍卖费用 你还能够拿回多余的差额 当银行将你的房产售出高价时 你先别太高兴 因为你的信用记录 已经输入银行系统 对你往后的贷款会造成影响 二,拍卖的价格 比你贷款的余额低 你必须接受拍卖的价格 并赏还所有拍卖的费用与差额 当你无法赏还差额 银行将会把你列入黑名单 并申请破产 三,银行会以低于市价 10-20%设为底价 如果没人投标 每一次都会再次降低10-20% 当房产多次无人投标 低于市价超过了50-70% 银行会暂时回收房产 直到下一次的拍卖 或者转售于其他的私人公司 那到底拍卖的房产到底值不值得买 你要投资拍卖房产前 必须了解它的利与弊 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 总结 高风险高回报 拍卖房产超低价格的优惑 隐藏着一定的风险 只要做好功课 把风险降到最低 就能在拍卖市场里 买到超值的产业 关注亨利聊房产 让你掌握房产秘籍